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彩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大陆两会结束了 对台湾的工作 看起来是更加的积极 更加的细腻 不过台湾媒体 这段时间 似乎比较关心 猫熊来不来 韩国瑜选不选 只有蔡总统最入戏 他在半夜紧急召开了国安会议 不过回应的内容有新意吗 来 今天我们要讨论 包括了北京将如何处理台湾的问题 来介绍三位来宾 首先是国际情侦专家 赖月谦 赖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 郭正亮 大家好 历史作家 王峰 永康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们知道一个政府 他运作有他的机制存在 一般的问题 政府的运作都可以解决 如果要召开国安会议 代表说这个国家可能碰到了 非常强烈讯号的威胁等等 我们就来看一下了 在两会的期间 蔡英文是深夜紧急召开了国安会议 提出了七大的反制纲领 我先请到三位来宾 帮我们举个圈叉牌 你认为大陆两会期间 开会的内容 对于台湾产生了 国家安全急迫的威胁吗 Yes or no 你怎么看这个事 两位认为没有 委员 你也认为没有 好 谢谢 我要请教就是 那如果没有急迫的威胁性 又为何如何深夜 要开这么紧急的国安会议 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于这一点 对岸的媒体有一些分析 她说蔡英文高调地 召开这次反制一国两制 为主题的国安会议 是把大陆的威胁 当作是台湾当前非常急迫的 国安危机来处理 她如此虚张声势 普遍被认为是 为自己的竞选来造势连任 我要提一点就是 对于这次召开国安会议要反制两会的内容 很多人就在问 如果真的对于习五条习五点有危机 觉得说必须要拉到国安危机等级的话 那你在元旦期间提出了习五条的时候 你就应该立刻必须要来找开 为什么拉到这个时间点呢 来 王富达克你怎么认为 我想在这个时机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这个整个国际的形势 非常的复杂 比如说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的纠纷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解决的一个迹象 当然已经到了一个最后的阶段 那北韩的这个金正恩跟这个川普的这个会面破局 那这些事情多多少少都会冲击到两岸的这个部分 尤其是这个蔡英文 她是非常跟前面的几位台湾的这个总统 中华民国总统比起来的话 她是特别重视这些国际的这些形式的 我想对岸的这个看法是有些它的道理 事实上对台湾的2300万的老百姓来说 根本没有违级 没有任何的违级性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蔡英文 她是基于国安的理由 她反而是基于她自己的理由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她自己的理由可能就是您提到 包括了选举可能原因之一 不过说到选举这一回 我们知道这个周末呢 也在进行立委的补选 看起来把对岸的威胁或者是压力 当做一个选举的主軸 是过去这段时间的一个操作 包括了民进党主题周末泰都说 如果在台南 台南立委如果输的话 代表说大陆就可以认为 有机会完成 一个中国签订和平协议 所以逻辑就等于同是 选输的立委就被对岸统一 好像看起来 民进党就是把这一个当做是一个 打恐吓盘 是有效果的 博瑞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这个 补选的投票率低嘛 所以坦白讲是在比基本盘 所以他就想说大概对政治 是最有感觉的选民 就是我的基本盘吧 那就要耗装他的危机意识 台南这块是比较有用 他当然是这样想 可是 我并不以为然 我认为说比如说麻豆 农民会有一些担心嘛 他的货卖不出去 这个时候应该出来扮演角色的 应该是农委会啊 农委会可以出来说我保证收购 你不用担心你卖不掉 这个恐怕更直接吧 所以我 当然你是估计你的基本盘出来投 你就足以赢嘛 你才会这样打嘛 可是我觉得那万一输怎么办 那万一输是不是真的统一了 那就有没有统一 那 那接下来 有点糗了 那接下来你还可以这样玩这个议题吗 因为坦白讲这个议题 应该是总统级的啊 那怎么是 补选级 就在打这个议题呢 那你认为深夜 因为紧急照看国安会在两会的期间有这样的必要 国安会啊 坦白讲不一定是针对短期的议题 我觉得他当然是因为两会期间 因为有很多传闻 比如说也有传闻说是不是要把两岸统一 把它做修法动作 国安会也有听到这种传闻啊 那 后来我们发现是没有 那道路坦白讲主要还是针对经济 还有31条如何进一步落实 所以还是经贸为主 我的感觉啦 那虽然 出现那个香港的假台湾人在那边演讲 可是那个跟国安也没什么关系啦 我们台湾老百姓一般也不认同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误判 就以为大概好像习五条要做什么法治化的工作 那事实上并没有 传闻多啦 事实上并没有 对 当然我觉得这里面比较有实质的啦 应该是第二个 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 是 那这个当然就是针对 因为吴敦毅他在号召和平协议嘛 那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们只要用一般程序就可以 只要比如说两会啊去谈啊 然后就可以签 那这个很多人有意见 因为两会当初的定位 是讨论那个非政治议题 是 那很多人都认为说和平协议是政治议题 那你怎么可以有两会就 这样简单就可以签了 所以有人就建议要修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比较实质啦 其他我认为都跟平常差不多 好 教授你来看 七大 纲领当中有没有一些心意存在 不过有一个重点就是 还记得元旦谈话的时候对于西五条 当时蔡仲仲的回应是两个不接受 但现在感觉是反一国两制 变得是一个反制 这调子拉的是比较高一些 你怎么看的 我个人认为一国两制还可以探讨 我觉得在台湾是可以大家 摊在台面上来探讨的 这个我们先不讨论 但是我先从蔡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看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小题搭做了 刚刚这个郑亮兄提到就是说 是不是误判情势 我倒认为 以我们台湾的国安单位的 情报收集难力来说的话 误判情势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 大陆这边如果要有重大的政策的转变 或是要定定重大的法律 像过去的反分裂国家法 那么之前就会有吹风 吹风以后这个讯息就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在这次的法 的两会中要讨论这个法 因为它是一个主走法 不过我们这次里面很明显的看到 这次两会里面的重点是在经济的问题 尤其贸易法这个部分的问题 重点在于经济 重点是在于面对 今年的经济严峻的情绪 所以他们是集中智慧 集中力量在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对台湾这个部分里面是以 这个习近平的习五条已经摆盘定案了 这个是一个轴心已经不会变了 所以如果说假设他那个 蔡英文情报误判的话 那他召开 还没有讨论 他预先召开一个半夜的国安会 那也影响不了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更何况连讨论都还没有讨论 那如果排除误判呢 你认为是动机什么 我觉得是对于 第一次的时候当习五条出来的时候 那蔡英文的态度很强硬 对他网路声量有升高 这点大家都有看到 所以他把这个绿云的盘把它拉进来了 拉进来以后他巩固住 他的绿云的基本盘的时候 他的网路声量从10几% 那么网上 爬升到快到20% 这样的一个情绪下 的时候我觉得对蔡英文来讲 他十岁之位了 他觉得这个是这一套方法有效 所以在两会召开前半夜 那么故意半夜 然后让大家以为是很重要紧急的事件 然后突然间公布说 我反制中国大陆的这个七个措施 但是我们看一下他七个措施里面 有一条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议的在哪里 就是他所谓的两岸关系条例要修订 而之前他已经一直在放话了 透过陈明通 透过蔡英文本人 他已经一直在放话了 他在警告台湾的学者 说你如果到大陆去 参加什么一国两制的研讨会 那这个我要对于你课 这个行政法 而且是连续法 那我们就问说那你怎么课呢 他说因为这涉及到 这个政治议题跟公权力 根据两岸关系条例的第几条的规定 涉及到公权力 涉及到政治议题 权势权在中央 所以我要对你课的联系 他已经开始在对台湾的学者 对台湾的各个社会团体 包括新党的御牧民 开始提出警告 开始提出威胁 因此在这个时候 召开所谓的国安会 把这个条例拉出来 我们当然很敏感 我们马上再看说 你的两岸监督条例 在你执政前就说你一定要定 定到现在 躺了两年多了 躺了两年多 什么都没有 那两岸关系条例本来就是一个 仇中反中 限制中国大陆的一个条例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我们的眼中里面 是一个歧视性的条例 也就是当时国民党 在定定这个两岸关系 条例的时候 就对于中国大陆是歧视性的条例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你不能来 我们可以去投资你不能来投资 我们到台湾到大陆去投资 各方面的限制都很少 但是你大陆到台湾来 各方面都给你很多限制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 不对等的一个条例 而且是歧视性的条例 你现在民进党要变本加厉 国民党已经干坏事了 你今天民进党要干更坏事 这个东西我们是没办法接受 但是我们感受到 就是说你蔡英文 好像要借这个机会 把这个地方把它拉高 拉高 那这样的情况等于是 你两岸之间要 到准开战的一个 一个边缘线 我个人是觉得说 这个是有危险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新意 其实根据赖教授刚刚的一个说法 的确在元旦的时候 两个不接受 网络声量 瞬间拉高 但你看他最近这一个月以来 一些举措 让人觉得说 好像自见十岁自卫 但接下来做的事情 效果就没那么大 包括了对日本喊话 叫有个安保对话 但很多专家认为说是 是借此来刺激一下北京 但北京没有回应 这次拉高的国安会议 看起来 反映在民调上面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突出 我们等一下最后 在节目尾上会给大家看一下民调 不过回到 这两会的议题上面 请教一下峰哥 政协有做个协议 就是接下来要深化跟台湾 相关的党派人士的交流 坚决反对台独的分裂意图 制造台湾内部的冲突 然后营造统一的氛围 这是一个政协做的一个决议 你认为说 要在台湾岛内营造一个 不管是兰略的这些矛盾也好 你怎么观察这件事情 怎么样去防堵这个事情 那大陆如果说要来做一些 做一些反制的措施 对于台独来做一些反制的措施的话 我认为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台湾在过去的这个70年的过程当中 虽然国民党在40年的统治过程当中 他一直 包括我 还有两位教授 我相信他们年轻的时候读的 中学的课本 高中的课本的那个编辑原则 他都会想 他都会讲 强调说 这个强化 中华民族的思想教育 可是事实上 在大学以后 我们读的书都是西方的书 我们所灌输的思想都是西方的思想 在这样一个肥美的土壤 再加上 李登辉 陈水扁 蔡英文 他们如果要去遂行 去中国化 是轻而易举的 我们整个社会 已经在 笼罩在一个去中国化的环境当中 如果大陆 要反台独的话 我认为 先要破除 台湾的这样的整个 社会的氛围跟社会结构 否则的话会徒劳无功 蛮难的 难度相当高 因为现在 就连教科书的编写 台湾自己就有 非常多家 来我们来看 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 接下来3月非常关心的 蔡总统的出访 的确跟习近平的出访时间 我刚看了 几乎 几乎同一天 来给大家看一下蔡总统出访 就是 我们在南台培养一些友邦 包括了 帛琉 诺鲁跟 马绍尔群岛 不当大家好奇 提出来聊的一点就是 基里巴斯 这个 外交部是说有 其他缘故 取消了出访 但立刻就被作文章 是不是跟前段时间外交部长吴钊仙预告说我们的 有报当中可能有些松动 那会不会是基里巴斯这个国家呢 请教一下委员你有提过任何消息吗 我觉得南太平洋这六个邦交国 如果美国跟澳大利亚守不住 台湾也守不住 因为坦白讲真正在守的力量是美国 南太平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帛琉 这个大陆叫帕劳 他连蔬菜都是从美国进口 照理讲他在亚洲 他很容易从中国大陆菲律宾进口 为什么是从美国进口 那边的人 几乎都是吃美国的罐头 肉 那后来 因为帛琉大使我认识 他就说后来他就跟美国建议 说是从台湾 派农耕队来协助他们 教他们种菜 这样 那美国才答应 你从这里这个角度你就看得出来美国抓得多紧 我坦白说 所以我坦白说如果说 因为这里面六个国家美国海军 还有澳大利亚都把它当作是他们的地盘 那如果这个地方开始有 断交 那大概跟巴拉玛是同级的严重 那可是巴拉玛那个是有一个跟大陆交往的过程 比如说中国大陆 他对拉美国家的经贸 大概都是台湾的好几倍嘛 十倍以上 都有一个过程 那巴拉玛争取美国的投资 远少于中国对他的投资 那人家也是基于经济的考虑 后来才倒过去 那我不认为南太平洋已经有这个过程 就是比如说中国大陆 对南太平洋的投资事实上 所以吴昭谢口中讲的那个国家可能不在这边 其他的地方 我不认为会是在这里 因为这里美国守得蛮紧的 我下面还有列述一些就是每一次 之前蔡英文出访 回到台湾或者出访前后 都传出断交 这是会有重演的机会吗 不因为国民党他去年选得不错 所以因为断交是不可逆的 那中国大陆也会去想说 万一明年有政党轮替的可能性 那这样会不会对国民党 或者对柯文哲不好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回应 民进党跟他的不友好 他不一定会用断交这一招 那吴昭谢预告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成为断交部长 那做预警总是表示他有警惕这个事 所以我们再回来还要关注聊了一点就是 最近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县市首长 包括曾文燦 林游昌是接连 进了白宫也进了美国的国务院 有人说他们接连这样出访 是否有个因素就是要帮蔡英文接下来 在这一次三月底要出访的时候 有机会去过境一下美国呢 光是消息传出就让北京方面相当的跳脚 我们来继续聊 台湾市长周文燦前段时间进了排工拍照 在台湾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我想请教一下过源 这外传 总统的举措是帮蔡英文接下来在三月底出访 有机会 先瞧一下看 可不可以过境美国 光这个消息传出对岸的媒体报道就蛮多了 你认为可能性高吗 不过境没什么啦 因为本来总统过境就是 已经发生了很多次 看这怎么飞啊 都是飞帛流 这应该就直接就飞过去 还要绕到美国再飞过来 那个应该是要出访 中南美洲过境纽约 那才有价值啦 可是 过境坦白讲 陈维扁跟马英九都有啊 陈维扁还到纽约证交所敲锤子 大家记不记得 所以重点不是是不是过境 我觉得过境北京应该可以容忍 重点是访问 这才是大事 那当然现在 现在是在争取 有没有机会访问 那当然你如果说到华府 那就是更大突破 那一般预期就是 到华府机会不是那么大 可是访问是有机会的 因为美国国会确实在酝酿这种事 那问题就在川普嘛 还有佩洛西要不要接招嘛 那目前佩洛西是还没接招 那可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也不会是现在啦 大概一定也是 我看是7月6月以后的事啦 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会是在Family这一趟 不可能啦 郑文战跟林佑昌访问美国这没什么啊 市长本来就可以去啊 就像朱立伦去戏谷一样 这不是没什么 他们现在身价都跟 一般的六六所长都不太一样 不可是他们基本上都不选总统 美国也知道啦 这一届不选 不那以后再说嘛 所以 韩国瑜去美国 才比较值得观察 因为他有可能成为候选人 所以美国对他可能会 有不同的这个接触啦 会有一些人问他一些有的没的啦 对于台湾要选总统的这几位人选 不管蓝的或绿的 包括了华府跟北京 怎么看这些人 我们等一下再聊 不过先把话题拉回到两会 新五条之后呢 在两会当中又出了一个新四通 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习近平说 关于新四通 因通尽通 要提升经贸 台海之间的合作畅通 基础设施要 连通 能源资源要互通 行业标准要共通 请问一下赖老师 你看在两会过后 对于台湾的工作 一般媒体解读是会变得更积极 而且更细腻 你认为步骤有哪一些 我觉得这个 关键是在于融合这个部分 我觉得整个 融通里面或者是你讲的四通中 它有一个轴心 这个轴心就是融合 也就是怎么样把两岸之间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它分为四个领域来走 一个就是社会经济这个领域里面 把它融合 这个部分里面原本两岸之间 做的就已经比较多了 例如说包括台湾的企业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我想这个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 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发展得非常的融合了 在这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部分里面要再把它升级 升级也就是说 台湾的厂商跟大陆的厂商的合作 尤其是重要厂商的合作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他们要建构起来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经济的融合 这个部分 所以未来台资到大陆去投资 入资 入资插股到台资来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他们要发展的 换言之也就是说 台资如果你要变成一个大企业 有竞争性的企业 你就依托中国大陆的市场 你可以成为一种跨国性的企业 大陆这方面好操作 因为他们大企业都是国企 我觉得他们比较好 说例如说假设我只举一个 这个不是成为事实的 我先跟你假设 假设HTC跟华为当初是融通的话 是融合 今天HTC做高端 然后这个当时华为还没有办法做高端 它只做中端跟地端 如果说当时HTC跟华为融通的话 那么以中国大陆作为它的基本市场 今天HTC跟华为的融合起来的一个公司 可能就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公司 早就打败三星 以及打败这个美国的一些 或者打败Nokia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 他们在目前也在朝这个方向走 另外一个就是文化教育的融合 文化教育的融合里面就是说 两岸之间共制一些片子 那么共制一些大的片子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还有台湾的 你说电影片之类的 电影 偶像剧 电视 歌唱等等 我觉得这个融合也会再进行 这个就是文化教育 那么教育之间 目前来讲也推得如火如荼了 台湾的学生到大陆去读书的 比例越来越大 大陆学生到台湾来 但是未来彼此之间再怎么把它升级 包括实习 见习 那么那个中学高大学 特别是深造教育融在一起 这个部分里面就是教育文化的融合在走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刚刚谈到的 这个基础融通了 基础融通我个人是认为 大陆也看到台湾发展中的一些困境 一些短板 现在的情况是台湾怎么样去 克服自己心理上的一种障碍 例如说 金门 金门 旁边就是厦门 而且非常的近 5公里到20公里之间 那么也就最近只有到2公里 如果以这个大胆 二胆来说的话 列宇来说的话 那么这么近 可是今天的厦门已经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 而且它的森林的覆盖面 达到35% 那么现代化的城市 覆盖面那么高 居民的所得那么的高 相对金门来说的话 就变成乡下了 就是你看到厦门再看金门 金门变成正咖乡下 如果说两岸之间的桥梁通了 也就是说两岸的桥梁 例如说盖了南部一条桥 北部一条桥 那么甚至接泉州的一条桥 那么都接起来了以后 金门就可以依托 中国大陆 他提供你水 已经给你水了 再提供你电 再提供你天然气 桥梁在通 那未来金门的整个发展 那不得了 因为金门到厦门之间 你经过桥两分钟不到 然后他们现在目前在金门跟厦门之间 再盖一个扩大型的国际的机场 那未来整个飞机 几乎都是在那个机场下 下了以后 你说进金门也好 或是进厦门 他几分钟内就到了 所以金门的未来的发展 可能就是要依托厦门 金门本来就应该依托厦门 而不是依托台湾 从来老师这样解释的几个 包括了不管是在企业方面 文化教育方面合资电影 或者是一些基础建设的一个互通 你去细地这样来推 每一个领域好像都是可以去操作 123接下来要怎么做的一个步骤 是的 你反过来推 包括了在当时蔡英文上台的时候 就是我们台湾要往南向走 两个政策方向你比较 很多台湾都说南向走 新南向 但实际有方向 但架构没有看到123的步骤 这好像是目前两岸之间 政府在提出一个 战略下面的一个策略的时候 步骤123可施施度 最大一个差异 目前是看来是如此 不过我们回到刚刚习近平他 曾经当过福建省的省长 他选择在 福建团组提出的新四通 请大家峰哥这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我想现在的政策 不管两岸任何政党 他在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 他推出的政策跟方法 基本上就是要接地气 接地气可能大家 比较不容易懂 我讲的最容易懂 就是说要跟人民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金门跟厦门 刚刚赖教授已经分析得非常的透彻 基本上金门跟厦门 现阶段老百姓 从老百姓的实际的生活来看的话 他就是一日生活圈嘛 那既然是一日生活圈 他就没有必要再讲一些 非常抽象的东西 那换句话说 现在的这个新四通啊 就是落实到 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 包括金门厦门的这个 实际生活面来看 那我们再讲到这个习近平 我认为习近平 在1990年代 在邓小平的这一个时期 他已经是一个接班梯队当中 非常 非常闪亮的一个明日之星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反推回去 就是说并不是说 因为他当过福建省的省长 而他才会重视 福建跟金门之间的这种关系 而应该就是说 习近平非常清楚 还有福建当地的这个地方的首长 也非常清楚 要接地气的政策 才是人民需求的一个政策 我们再回馈反馈到台湾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的地方 都不接地气 所以呢才会在 去年的这个 11月的选举当中 失败 那如果说民进党要希望能够翻身 他就必须去反思 他的政策 是不是可以跟人民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我讲的最具体最简单的 大陆方面应该也是非常认同 我相信在座的先生 也会认同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台湾有没有 资本跟大陆翻脸 大小姐你不开心 你有没有 资本有没有筹码跟大陆翻脸 很简单 就以去年来说台湾对大陆的这个贸易 大陆一直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出口也好进口也好 都占了非常大的一个份额 大陆对台湾它是个贸易赤字 对台湾来说是个贸易顺差 800亿美金的贸易顺差 台湾总体加加减减 扣掉入钞扣掉出钞的 这个贸易顺差500亿美金 大陆就入钞 大陆就贸易顺差 800亿 台湾总的贸易顺差500亿美金 那如果说跟大陆翻脸 跟大陆断绝往来 跟甚至于大陆用 对付美国的方法给我们提高关税 那我请教假设这800亿美金 则办 甚至于归零 变成400亿或者是零的话 那台湾就变成一个贸易赤字的国 贸易赤字的一个地方 这个贸易赤字的地方 我们情何以堪 我们老百姓的荷包马上缩水 所以我觉得 台湾没有本钱 耍大小姐的脾气跟大陆翻脸 不过 没有本钱的情况之下 你刚提到那几点 真的已经到了 国安城前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事实上 蔡英文刚接的时候 我们对中港的依赖出口 是38 现在是提高到40 41 表示他没有党 他如果党的 就应该要降低才对嘛 或者说他党不住啦 简单讲 那 坦白讲我们跟大陆 那个结构是很特殊的啦 事实上他刚刚讲到800亿的顺差 里面有四层 事实上是中间原料 跟零组件 就是我们去大陆组装然后卖到美国去了 那算入了 中国对美出口啦 所以当然中美貿易战你也被打到 如果真的被打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出一个回应 因为习近平提出这四点 都是连马英九都没有处理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行业标准共通 我们讲白了就是5G嘛 5G你是要接华为的规格还是要接 Lokia跟Eriksson的规格嘛 这个在马英九时代敢断说我要跟华为接吗 你在美国的压力下 我们只是举例啦 说假设未来是朱立伦当选 朱立伦敢吗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只有蔡英文的问题喔 这是台湾在美国强权压力下 你必须面对的问题 因为 习近平讲这四个是 不是一般贸易了啦 是讲更深一级的经济整合啦 还有比如说人员资源互通 我们简单讲好了 你台湾的电网要不要从大陆接电 这也做得到啊 比如说海底电缆 那现在美国又要 抵制华为的海底电缆 那你敢不敢使用他的海底电缆 我们现在的海底电缆 都是欧亚系统什么亚太电缆 那个都是美国控制的 一个从屏东上来一个从淡水进来嘛 这个 月仙博士很清楚啦 还有比如说基础建设联通 这蛮久任内也碰过耶 比如说高雄港要不要人家参股 这个坦白讲这是大陆的优势啦 大陆的基础建设的 施作能力很强 台铁要不要用中车的车 中车的性价比高啊 这我们讲白了嘛 你如果台铁用中车的系统来盖 一定比现在便宜嘛 你敢用啊 马英九执政八年啊他也没有用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不要以为这个只是民进党的个别问题 我提出这点就是完全点出了 蓝绿当家各自的难除 你刚刚讲到马政府的时候如果用华为的你看看 一定是卖台嘛 被骂到卖台 如果是你民进党这么去做的话 你美国就更 美国因素就更严重了 当然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版本列出的是 当时两会期间刚提到的蔡英文开的国安会议当中 有提出一个现在对岸加速统一台湾的一个四大策略 前三点 大家看一下文字 但第四点我想特别聊一下 北京将根据台湾内部 政治形势的变化 策略性的调整 统一的路径 实施的时程 就因为刚刚我也提到这个 蓝绿各自如果当家之后面丢到一些难除 我想跟进博给你请教 北京将根据台湾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 翻译议程白话文就是 看看明年大选之后是 谁执政 谁当家 那谁当家呢 他对岸就会策略性的调整 他统一的路径 什么叫统一的路径呢 统一路径是否 就是合同跟武统 我想请下来委员 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问 如果说北京 非常务实的策略性调整 统一的路径 是否代表着 民进党当家 可能未来走的是比较偏 武统 国民党当家可能走的比较偏 合同 这样子会不会太直接简单化的做一个等号 我觉得他 对民进党也是合同为主啦 坦白讲武统只是 他本来就有布局嘛 可是是不是进入了行动阶段 我认为并没有 他就取决于你做什么嘛 你又没有宣布台独 违反那个 反分裂国家法那几个条件 那基本上还是合同 那只是说 合同里面还是有区别的啦 比如说我们举例啦 比如说韩国瑜3月22号 会去厦门嘛 我相信福建省会给他蛮大的支持啦 那绝对不是只有贸易啦 比如说接下来如果福建省 要来高雄投资呢 那 这个也可以广义叫做合同的 步骤啦 那因为我估计民进党会挡啦 我估计会挡 尤其看他投资什么 投资什么项目 因为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了啦 可是目前发生了还没有那么敏感 我举例啊 韩国瑜他11月24号当选 然后这个京城建设有 8户豪宅店面 在12月立刻出清4户 港商进场 路客也有来看 港商进场 后来是港支买下来了 那个港支买了似乎买了5.8亿 这个已经开始发生了 那因为我是高雄人 那高雄本来就经济不好嘛 那很多人就看好路客可能会进来嘛 那有一些房地产会投资嘛 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 开始看酒店啊看商办 这是事实啦 那你认为第一轮会是谁进场 他当然是 跟中国有关的 或者我们也不要说 不一定是中支啦 我说实在啦有可能是港支嘛 也可能是新加坡嘛 比如说那个信和集团 信和集团 黄志祥是他本来是香港人啊 比如他在新加坡发了大财 那也跟韓国瑜蛮不错的嘛 好朋友 对不对 他 上次来访高雄 他就上八五道楼在看地啊 看高雄哪块地 他想要进场这样 那马来西亚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种东西我们大概比较难阻止啦 比如说房地产 可是如果是基础建设的投资呢 那我认为 以目前这个阶段我认为民进党政府会卡啦 那韩国瑜一定会 很大声的出来抱怨嘛 一定是如此 韩国瑜这个仿香港澳门的形成规格 我们等一下还要再来谈一下 不过我再请 老师帮我做个稍微 端暖的总结 你觉得习近平在两会期间 他的权力位置跟整个 受尊敬的程度来讲 他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照片 这是 外国媒体 特别去把这些照片做了一个比较 他2016年到2019年 参加两会期间 发色变得不太一样 这个有点像花絮啦 不过外媒有提到一个重点 他说过往的中国领导人 包括胡锦涛 江泽民 都是黑得有点不太自然 他们的年纪黑得不太自然 保持他的一个 感觉健康的一个形象 那习近平 让头发有点白 被外媒解读是 他营造一个更 直接亲民一般人的一个形象 你觉得有这样客树的营造吗 而且总归来看 在两会期间 习近平他 还是一样 政地有声吗 讲话 我觉得习近平的一个 领导地位跟权威 我觉得在大陆是没有办法 被动 没有任何动摇 没办法讨论 因为他的 他已经定于一尊了 他的影响力跟他的权威 跟他的这个 我觉得在目前在全世界的 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可以跟习近平抗衡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不管是这个川普也好 不管是普丁 你看普丁现在的支持度也没有 习近平在中国大陆影响力那么大了 而且习近平的影响力已经不只是对中国大陆影响力 其实他已经扩散到全世界的影响力 有了 有一个可以跟他比 金正恩 不疑 但是习近平的影响力确实已经扩大到全世界影响力 因为他现在讲的话里面全世界的领导人 其实都必须把耳朵竖起来听 现在反而是川普讲什么话的时候 各国的领导人 已经不再爱听了 但是习近平一讲话 或是他表示什么态度的时候 反而是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他要跟习近平要对抗的意志也都 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 以目前来讲习近平的领导权威跟领导地位 不只是在中国大陆 是在全世界 他的领导地位已经出来 这个已经很多的重要的 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 再怎么评估的时候 习近平现在都排名全世界第一第二名 而且他事实上已经我个人的评估 2019年他一定是全世界第一名 他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内领导人可以跟他拼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你刚刚讲到法社确实 但是习近平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很少把法社染得像过去领导人那么黑 他从来没有 你一定会可以看到他有白石在里面 白法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更大的一个自信 以往很多领导人要把头发染得很黑 就代表他是壮年 他有精力 他有体力 他可以领导 可以控制这个国家 但是我觉得以习近平 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那么从他上任以来 其实他从来没有染那么黑 那他一定可以看到白法 那染的技巧也是很不错啦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在第二任的时候 他的自信越来越大 所以我觉得他本身回到自然法社的 的激励是越来越高 自信自然的斑白啦 我觉得是一定会有的 就算没有头发还是很有自信 回来聊韩国瑜 没怎么掉啦 回来聊韩国瑜 韩国瑜真的是行程非常的满 尤其是出访的几率相对也是高 马上在3月22号 我们刚刚提到 蔡英文3月21出去 韩国瑜3月22号出去 那这一次的香港澳门厦门的行程 我们得给大家看一下 包括了到香港 参观市政建设之外呢 要跟特首林郑月娥会面 那接下还有在澳门一些参访的行程 包括了市政建设 大学深圳 还有当地的高铁站等等 262728去厦门参观 这一路去访香港 澳门跟厦门的期间 有网友特别哭手 做了一下这个东西给大家看 他特别做了这个 既然韩国瑜要去出访 在港澳地区的话呢 网友就发挥了创意 把人民币上面 直接变成了是韩国瑜的大头 说国瑜一统中国 这网友的哭手了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 韩国瑜要去港澳地区出访 当中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 就是在香港的时候 会跟特首林郑月娥两个人见面 其实跟香港特首见面 当时马英九当市长 好龙兵汤台北市长 也都见过 不过我要特别请教一下老师是 因为这一次媒体报导说 跟香港特首见面 安排的地点是在 他们的礼宾府 是用最高规格接待 如何最高规格 跟国王会怎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他们在礼宾 就等于是说我把你当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 我们香港很尊贵的客人 那么才会选择这个地方来接待 这次韩国瑜的回应也都很好 因为当时大家在问说 你到香港 会是到澳门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格 他说我们都接受这个中联 中联办他们的一个安排 那看起来中联办的安排 那么也表明了中国大陆 对韩国瑜是非常高度的一个重视 所以会由中联办那边来主导 然后香港 澳门 那么都给予最高规格 我们也注意到在两会的时候 厦门也好 或者是深圳 特别是厦门 他们也有提到就是说 他们也很欢迎这个 韩国瑜到厦门来 然后他们也愿意 跟韩国瑜有很多的合作 特别是两岸 厦门跟高雄之间的 这个农业 还有就愉悦的合作里面 厦门也愿意提供 很多的这种相互之间 都有利的一种帮助 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深圳 其实我比较看重的是深圳 厦门跟深圳都非常的重要 是因为深圳 它是一个 目前在中国大陆来讲 他们的AI 他们的互联 的一个资讯网络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重镇 我觉得深圳的经验 跟深圳之间 如果跟 未来的高雄 如果能够有很多的合作 而我们的中央政府不阻挡的话 如果中央政府 我们一直强调 如果中央政府不阻挡的话 深圳跟高雄的合作 会把高阶的人才 如果能够吸引到高雄去 会让韩国瑜在高雄这方面 那么可以 比较大幅度的解决 北漂的问题 因为这个深层制造业 深圳也是中国的创投中心 对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深圳本身有很多的 台湾的年轻人 在那个地方 有很多的创业版 所以台湾的很多年轻人 在深圳的创业版 以及在厦门的创业版 台湾的年轻人 现在在厦门的创业版 大概有一两千人左右 最少 而且这些都是设计高端的这些人才 这些人才如果韩国瑜能够去看 了解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在深圳 在厦门 他们的本身的发展 然后再提供给厦门 深圳跟高雄市的一个对接 使台湾的这些年轻人 跟大陆的年轻人合作的这些很多的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社会经济融合的这些企业事业 能够到这个高雄里面来发展 那么高雄也可以创建设一个 创业板块基地的话 我觉得对于高雄的未来的发展 是很重要的 賴老师就基本上就是 到那个地方去深圳厦门 就不光只是把货卖出去 而是接下来对于高雄长久的产业结构的转变 真正的提升 是有帮助的 而且你要把人引进来 资金技术引进来 丰哥你来看一下这一次 包括了香港特首澳门特首 中联办国台办 都说会高规格的接待韩国瑜 当然接待韩国瑜 我相信大陆方面媒体会做很多的宣传 这样的宣传的用意是什么 而且相对于之前的新加坡马来西亚 这一回高雄市政府 比较低调一点 你怎么看 我想这个韩国瑜他 他在这个2018年 最重要的一句口号 就选举过程当中就是 豁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 这样的一句口号 非常的浅白易懂 非常的接地气 我相信北京 在去年的一年当中 也听了无数次 那关其言查其行的话 基本上 他这句口号 事实上是带动了台湾去年 非常大的一场社会的一个变化 那拿韩国瑜他自己的话来说的话 就是翻转高雄 那其实从台湾的整个社会的变迁来说的话 韩国瑜的这一场 选举也确实 给这一个在 在蔡英文执政以后两岸的这种关系的一个低档 再加上这个两岸关系不断的因为包括共机绕台 还有美国的这个基建的这个穿越台湾海峡 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这种 错终复杂的关系 很多都是 负面的一个变数 但是韩国瑜却带来一些正面的变数 当然从北京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根源是来自于韩国瑜 所以大陆 我相信他们对于韩国瑜的出访 不管是到港澳 或者说是到大陆的内地 去访问 一定程度的重视 这是在所难免 可是我们如果说从韩国瑜的这个面向来说的话 他为什么 这个新马之行反而非常的高调 到大陆反而非常的低调 他会怕过头吗 反正是我们在座的各位 不管是这个 郭兄或者说是赖兄 一样的 你一样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非常简单 因为执政者 执政者对于这个两岸政策 他是非常的敏感 而且采取的一种比较负面的一个态度的话 甚至于比如说对于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采取的一个非常敌对的一种方式的话 那如果说韩国瑜 相对的你用高调的方式去大陆的话 反而是不利于他自己的 所以现阶段他用低调的方式 反而有利于两边 去谈成某些事情 所以韩国瑜的做法是必然如此 他别无选择 那大陆方面会高规格的接待 这当然也不在话下 所以敌人不在对岸 敌人在自己 这个就是如果说太高调 恐怕会画了很多事 不过对于明进来来讲 过去对于像 类似的政治人物 扣上一个红帽子 几乎是无往不利 就打你这个 同拍或怎么样 就会有效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韩国瑜中选前到现在 完全免疫 我以为你来看这件事情 相对是否的这回低调 韩国瑜是不是也怕自己 对于面对中央很多这些拦阻 他自己有些担忧跟考量 我觉得还是要看他做什么事啦 你也不能说2012那个时候 民进党没有说马英九卖台 还是有啊 可是马英九还是连任啦 而且马英九在第一任 ECFA就签啦 对不对 那 还是在那个ECFA的 氛围下马英九还是连任啦 所以还是具体看你做什么事啦 我觉得韩国瑜他这次去大陆 那个调子非常清楚 就是九二共识拼经济 他不去扯什么和平协议啦 那资金区也是在这个时候顺势提出啊 因为他非常清楚就是 未来大陆来高雄如果投资啊 可以帮他大忙的啦 一个就是我们岳前雄讲到的那个高科技新创的 投资嘛 那个深圳非常有经验 而且他有人才 还有各种产业 那另外一个就是高雄港嘛 就是 高雄港到底大陆要怎么投资 那事实上已经有那个Costco在那边了啦 可是还做的不够啦 那 这个部分就比较敏感 我讲高雄港的部分 那我觉得新创的部分他一定会碰到台湾人啦 比如说3月25号 他要去神采公园嘛 那边一定有台湾的朋友 碰到台湾人 一定有啦 那 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四个行程保密未公开 我在猜啦 我在猜啦 因为我知道国台办 陈元峰应该会专程下来 做接待 就港澳的部分是中联办 可是厦门跟深圳应该国台办是有介入的啦 那陈元峰也公开讲话啦 副主任 说会让他不虚实行 保证不虚实行 对不对那 你说国台办会不会跟他见个面 这个 这个就比较有政治性 那另外一个 不现在就是还没有 还不方便 见了会怎样呢 不不要谈什么 因为大陆对你也是有所求啊 你以为大陆都是随便送你啊 大陆当然希望你讲一些话嘛 那讲一些话 以韩国瑜的智慧 我觉得他不会直接去引述习五条啦 可是他要怎么说 要让大陆觉得你是一个值得支持的对象 如果见了国台办你觉得会 会比较政治 会比较政治 那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我觉得是福建省的 副省长 或者是省长 会不会到厦门跟他见面 因为他如果在厦门要寻求 对台投资的话 坦白讲厦门 我坦白讲厦门非常小啦 厦门的资金也很有限啦 跟深圳完全不能比啦 他能够贯注的力量一定是福建省 而且福建省是 海西特区的核心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关注的应该是说福建省会不会在厦门跟他见面 我倒不认为厦门有那么重要 是深圳跟福建省 还有国台办 比较值得注意 这个题我还想再请教一下委员 因为等一下老师可以做个补充 就是 想起到委员的原因是因为 您是民进党立委 那我介绍两个主角 一个是柯P 一个是韩国瑜 您是这个 可以做比较客观的一个评论 我们记得在选前 大陆的央视有针对于柯文哲 做一个专题报道 当时 媒体 或是一般的谈论性节目就解读说 对外可能已经知道未来必须要跟 柯文哲打交道 所以做了一个这样的专题 介绍他 访问他 了解他 那现在显然 韩国瑜 也是大陆 接下来很可能要打交道的一个对手 你来做一个客观的评估就是 从北京的视野一个角度来看 这两位都算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又算是一个网红的政治人物 而且网络的声量 目前在台湾 就分居一二名吗 怎么看这两个人 他们比较 可能 觉得未来跟谁打交道会比较 得心一手 我 我觉得韩国瑜他并不是个人 他代表国民党 那国民党就是大陆长期打交道的对象 那至少有个 脉络可循 或者机构牵绊 而且有论述框架 那个论述框架是 比较完整的啦 不像柯P只是表达 善意 与两岸一家亲 那这个东西要构成那个交流的框架坦白讲还没有回答 最核心的问题了就两岸定位 两岸定位是让柯P并没有回答过 只是因为 大陆认为他比较友善嘛 所以愿意跟他交往 那可是韩国瑜是完整啦 比如说他的交流共识啊 一中各表啊 所以对于北京来讲 面对韩国瑜 可预测性 非常高 比较高 我认为排序我坦白说啦 大陆我认为 就总统可能的候选人来讲 目前台边上 排序应该是第一名 那柯文哲第二名 你说韩国瑜第一 柯文哲第二 朱立伦第三啦 蔡英文第四啦 那如果是美国就刚好倒过来 就是对他们各自的喜好度来讲 对对对对 美国第一名就是蔡英文 第二名是朱立伦 第三名是柯文哲 最后一名就韩国瑜 你都没有提到王津平呢 不是啦我是讲说 比较有可能选 我们就讲 讲比较实在一点啦 那 当然韩国瑜是不是确定要选 我不知道啦 可是如果是朱立伦 那我觉得大陆的兴趣 就会降低蛮多 老师你怎么看北京的视野一个角度 来看韩国瑜跟柯P 韩国瑜跟柯P 是啊 我觉得韩国瑜是比他没有问题 是因为韩国瑜的九二共识的态度很明白 而且是在选前的时候受这个 陈希脉的拷问的时候 他还大胆地说 我就是要九二共识 结果当选了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在这个部分里面已经免疫了 他也不用再担心民进党给他戴帽子 但是问题就是韩国瑜会不会代表国民党出来 我觉得这个对于北京来讲他们还在观察 因为变数还很多 因为到最后以国民党的内部的这种 这种复杂性 那么最后不见得是韩国瑜出来 所以如果一旦韩国瑜没有出来 那该怎么去处理 刚刚这个郑亮兄已经提到朱立伦 那如果我所了解的没错的话 朱立伦也当然 很希望能够获得各方面的支持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是北京的话 我来评估 假设是朱立伦跟柯文哲 朱立伦的可靠性是比较低一点 喔 对 卡刚我也讲提到朱立伦是国民党的 所以有很多的框架啊 但是朱立伦的可靠性比较低一点 是因为朱立伦有一个罩门 就是危机解密的时候 在危机解密中 里面朱立伦被 而且那是外交秘密档案 他那不是造假的 不是假新闻 那是保护对象 换言之也就是说 两岸之间一旦发生冲突 美国必须要有责任 有责任有义务把台湾有两个人 要把他马上带走的 那没有 没有朱立伦是这两个人 其他政治人物都没有保护对象 没有耶就这两个人是 是里面其中一个人是朱立伦 那这还得了 那这代表 他在美国人的价值有多高 所以他对美国人的贡献 是非常的巨大 已经被美国列为 必须要保护的一个对象 所以北京看的是背后的美国因素 那这样的一个 你怎么去信任 其实坦白说如果他当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话 那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 我们碰到美国的利益的时候 台湾是不是都要 按照我补充一下 按照维基解密的一些叙述 美国了解国民党内部的状况 几乎都是朱立伦讲的 而且他跟杨书帝是固定见面 所以 其他人都没有这种状况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等于是未来假设我们的总统有把柄在美国人手中 那这个对台湾的未来的自主的外交空间 跟两岸空间 事实上是受限的 好 所以就大陆来讲的话 美国空间会真大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这个部分里面对大陆来讲 北京来讲他们要考虑多一点 所以从北京的角度视野来看的话 柯P有他的高度不预测性 但是朱立伦有高度可预测他亲美的 一个曲线 但是我觉得柯P的价值在哪里 柯P是因为有可能成为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 但是柯P的价值是因为 柯P对于年轻人有巨大的影响力 20到40之间影响力实在太大了 而这一块是大陆非常关心的 而且也非常在意的这一块 如果柯P能够从两岸一家亲 在两岸的问题上 提到九二共识这个水平的话 柯P的价值不会低于韩国瑜的价值 当然高于朱立伦的价值 甚至柯P的价值还高于韩国瑜的价值 所以如果说柯P在两岸政策里面 他也走入了九二 也接受九二共识 成为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的话 他的价值绝对高于韩国瑜的价值 这个如果是涉台的一些高干 或者是国台派的官员会想 怎么这几年台湾出了这些人 每天要面对都是完全跟过去以前 轻松那么多都不一样呢 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说到了选举 民调最新的又出炉了 看看这些排序的一些变化 马上回来 这礼拜关于韩国瑜还有个大事 就他上了广播节目接受了 知识媒体人黄光琴的专访 结果被逼的是到底要不要选总统 这舆论到现在还在发烧啊 我们来用文字完整 截录当时广播他们两个人互相讲的话 这个就可以完全来比照对阵一下了 当时黄光琴讲说 高雄市长你做到什么时候 韩国瑜讲 总统大选现在完全不在我的考量之内 最关键是让高雄的经济冲起来 黄光琴就继续问 那你的任期大概做到什么时候 我当然就继续完成呢 黄光琴再问 继续完成会做满四年吗 韩国瑜说我四年任期啊 目前跟未来都不会考虑 会做满四年吗 会继续做 现在不在我考量 好 到了这边为止 大概就是完全最重要的重点 因为当天 广播节目一出去之后呢 晚上各家媒体就说 韩国瑜会做满四年 不过你看文字稿来讲的话 会做满四年吗 韩国瑜是说 会继续做 现在不在我考量 那他也没有用他的嘴巴讲出来 我会做满四年这几个字 所以就媒体下了标 你计判定之后 上了广播以后 你认为韩国瑜会选总统的几率 有没有因此而增加 只不过他从来没有从嘴巴里面吐露出他的意图 或者说是他的思维 但是 黄光琴的这一个访谈 刚好给外界一个突穿点 就是所谓突穿点就是去看看他到底是选还是不选 各自做解读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韩国瑜大概是在今年的这个过完春节的前后 他心里面会有一些已经有一些想法 这些想法就是说他未来到底是怎么做 可是他这些事情他是不会说的 他不会说的一个原因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说 现在一般人所说的正当性与否的这个问题 但事实上正当性与否这还是值得争议的 但我认为黄光琴的这个访谈 基本上只是创造了一个话题 但是他选不选 我认为他心里面早就已经有定见 黄光琴不访他还是有定见 访也是会有定见 有争议也 访问他不会 这个访问不是改变他这个做决定的任何一个因素 只是那讲出的第一时间的一个反应谁说的 这有透露出他心里的意图了 当然多多少少 你从语义学来看的话 或者说是你从他的解读 从他的一个否定来看的话 是可以看出一些注尸马迹 他的想法并没有完全断掉 三位都说他参选的机会是高的 我再来看一下其他各方的一个说法 包括了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他说保留万分之一的机会来征召韩国瑜 韩国瑜能够当选总统的话 不会对不起高雄 我再完整的讲一次 他的一个说法是 事实上韩国瑜如果当选总统的话 他的服务范围是整个中华民国 所以就没有对不起高雄的一个问题了 我想请教一下老师你来评估 吴主席他真正的函算是真心挺韩 还是用他现阶段去卡其他人 我觉得朱立伦我们不能 不 吴敦毅我们不能够说他是挺韩 或者是不挺韩 是因为他现在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他原本是有意自己要出来参选 可是他的民调一直是起不来 现在看起来他是没有要参选了 所以他成为一个局外人了 你真认为他是完全不会选当局外人的吗 那不会 我们希望啊 因为他也 因为之前的阴谋论一直有点讲说 就是他也是让韩国瑜当个卡人的一个位置嘛 把其他人卡住不选他自己才是会 因为吴敦毅他透过很多友人 那么都强调他不会再出来选 他已经不出来选了 那何必透过友人他不会自己说吗 因为他到现在目前没有直接公开的 跟媒体说他不出来选 可是他是透过很多友人 那么跟友人说他不会再出来选 所以我这边所听到 也都是从他的友人中那么听到的 我刚开始我也半信半疑 我也说真的是这样吗 我说政治人物如果不出来 你就直接面对媒体 我何必透过友人呢 对 何必透过友人呢 我说这样的一个空间 好像到时候都可以否认说他有说过这句话 那有人会特别透过我们媒体人 把他这样讲出来 那是不是要透过我们来把这个讯息往外传送 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政治人物的盘算很复杂 但是我单独的先来看吴敦毅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 吴敦毅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我们把它讲成游戏规则好了 我觉得韩国瑜出来就有一种状况 才会出来选 这种状况是什么呢 这种状况就是到7月或是8月间 国民党内 初选结束了 对 7月到8月间 就是他们的党代表大会开始要审查 表决提名人 因为他们的提名人的决策权 是在这个党代表大会里面来决定的 所以一定要是党代表他们来投票决定 说我们要提名谁 好 所以决策权那是决策会议 这样的一个决策会议之前 如果说国民党内有意要参选的人 有意要参选也就有去领表 那么也开始进入这种登记了 也开始在做活动了 但是到7 8月期间里面 他们的民调的支持度怎么测 都赢不了他的对手 不管是谁 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柯文哲 都赢不了对手 这个时候 征招嘛 假设韩国瑜是赢得了对手 只有韩国瑜赢得了对手 那韩国瑜就会被征招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国民党内的提名 那个领表的人赢对手了 那不管韩国瑜有没有赢对手 那韩国瑜就不会被征招了 我现在问题增结就是 这个游戏规则人家不买账 朱立伦就直接讲了 如果我们不够努力不够强 让大家都觉得 必须要韩国瑜的话 那他是国民党最大的希望 但他有一个前提 那你就要在初选的时候讲清楚 你要征招的话 你初选也可以征招 你不能够完成我已经是一个代表 然后因为我没有赢对方 所以韩国瑜一定要来被征招 这个东西就是朱立伦现在目前不买账的部分 我们来看那个正当性 你刚刚提到了 如果说民调 是 其他人也可以赢对手的话 那就是应该是国民党提的那个人 对 我们来看 现在提出来最新的民调 这是一个山水民调公司所做的 韩国瑜依旧是 目前很早签军了 大幅领先柯文哲跟蔡英文 那朱立伦现在重点来了 如果是他出来的话 些微领先柯文哲也赢蔡英文 延续两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民调 同样 如果是朱立伦跟韩国瑜拿出来做比较的话 都赢柯文哲跟蔡英文 只是赢的比例比较少 赢的比较多 但已经连续两个礼拜 朱立伦都是些微的差距 赢了柯文哲 这也是让韩国瑜要被征招的正当性 又被降低了 因为刚才老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他要被征招 就是所有其他提出来的人 都没有办法拿到冠军 被人家赢过来了 必须是他 但现在如果是朱出来的话 这几个月鸭子滑水 他的民调也上升起来 可以赢掉PK 可以赢到这个蔡英文的话 那韩国瑜他的正当性 就被大幅的降低了 来 丰哥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想如果说纯粹从这个民调 纯粹单从这个民调来看的话 因为朱立伦跟柯文哲 就是说第二个 第二项民调指标的话 这个抽象误差2.99% 所以朱立伦的赢 事实上他还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是几乎平手 甚至于风险还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说 从这个方向来做解读的话 韩国瑜去取代 你就变第三个游戏规则了 写一不叫赢 要大赢才叫赢 这样的话就要征召大赢 而且要超过 要超过正负差 要超过正负差 这样的风险才 就是说赢的风险 而赢的可能性 会更大的话 输的可能性会更小的话 我想这个国民党 党内的这个韩粉 这可能才会服气 所以这个 居然怎么样也还不知道 但韩国瑜讲 他4月是不领表的嘛 韩云你来看 刚刚老师说 政治人物的盘上很多了 拎算政治人物 那就问你 4月份不领表 若党必须要 一定要拱韩不可的话 怎么样各自找到台阶下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 现在朱立伦就是 对于这样的游戏规则 是不买单的 他说他支持 但你必须在初选的时候 就讲清楚要这样子玩 没有政治啊 不能只有逻辑啦 你程序要讲明的啦 这也是说立伦的说法啊 没有他合理啊 他这样讲是合理的 是啊 据我了解是 目前国民党已经把那个 初选提名办法 拟出一个大要了 那已经送到吴敦英那边了 可是吴敦英一直没有送到 中常会讨论 他为什么不讨论呢 因为讨论就要 接下来就要进入 那个提名作业要点 那个要写出来的啦 那写出来 如果要叫 事实上我们赖老师讲 那个是很合理啊 就说 这个大家来登记 可是产生候选人之后 如果到了七八月 还是没赢过科匹 举例啦 那这个就不算 我们全代会还是保留 征召最强候选人的权利 可是这个要白指黑字 因为你如果没有白指黑字 我就瞎折腾啊 林表的时候就要写在这里 当然是啊 可是光 如果林表的表上面 有这样的文字叙述的话 其他的 朱立伦跟王金平 他不一定买单啊 没错 可能就不选 可能就不选 就让全代会征兆就好了嘛 因为到时候不是 就是听命办法中就要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选也是要花钱 也要花力气 那我们这种选 只是供参考之用 是全代会最后决定 可是这个文字现在 吴敦翼也不太敢 把直接黑白的黑字写出来 没有错嘛 现在就卡在这里 所以 可是这种话 因为坦白讲 你要叫朱立伦奖是违反人性 因为 他目前是初选第一名嘛 是 那王金平是他人生最后一战 他也讲不出口啦 所以真正有可能去诉诸文字 就是吴敦翼嘛 而且他又是长主席 对 对不对 所以 坦白讲这个 我认为在一个月内 答案会明朗啦 对 那 我认为国民党最后 应该会比较倾向我 刚刚推论的那个逻辑啦 就是说 就是最后让全代会直接决定 对啦 那就是征召啦 就不用出选 那征召就是 比如在4月份 就会发生这个事情了 不因为他 因为只要领表 就折腾了嘛 如果领表没有事先把规则讲白 那就发生了那种 我已经过了啊 你凭什么说我没有正当性 你又会 重演一次换柱的事件 所以等于是 这一定重伤啦 所以等于是领表的截止期间 根本不会领表啦 因为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定这个规则 说 我们现在这个领表 不算的 到全代会那个时候 有可能还要再做一次民调 万一你们没有领先科匹的话 那你想想这个时候会有人去领表吧 我想这个文字大概 吴敦宇也不太真的能够把它 白着黑字的写进去里面 那这样违反党章欸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中常会通过 是啊 而且也要通过全代会 对 所以他就必须针对这件事情 开领全会 把那个提评办法改成征召啦 不然你不能服气嘛 对 你不能让大家服气嘛 可是只要 有领表 所谓有进行参选啊 那假设我们跟 朱跟王都来登记啦 那他们两个说我白选啊 你事后又说这个不算 事先又没讲好 那不是折腾大家吗 这个 这个剧本的发展跟 我们已经演下去了 我看真的是很难去做一个判断 因为即便就像委员刚刚所讲的 这个如果4月份就召开林大会 然后把这个规计做出来 你认为现在 连续两个礼拜的民调都已经先 先回营柯文哲的主席 那个勇翔兄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柯文哲这个人 IQ157啊 他也会去故意搞国民党嘛 所以目前传出来是柯文哲 8月下旬才要决定 那不拖死你嘛 所以国民党现在也有传出一说啦 说搞不好这个4月就先延后啦 搞不好搞到5月下旬再临表 现在也有传出这个说法啦 是 所以委员虽然说身在民进党 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很多细节 也是非常的 我们当然相当了解 相当了解 也因此让我们谈话节目 让观众会有更继续 看下去的需求 我们下期视频回来继续聊别的话题 最近在国体间有个话题啊 身为家长的你 或许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可能会有些感受 这是在美国 美国名校 哇真的是非常有名的学校 做长春腾等级的 传出收贿赂 这是美国几个非常有名的明星 他们走后门 塞钱 帮他们自己的孩子呢 做一些 不管是找枪手去代考 或者是 做一些假的证明文件 表示他们孩子是 非常优秀的体育自由生 借此能够进到 包括像是耶鲁啦 史丹佛 南加州大学 这些好的学校 我们现场就有一位 耶鲁的高材毕业生 行叫下委员 你看到这个心情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这个坦白讲 在我那个时代 我是199095到耶鲁嘛 那个时候真的很少听过这种事 我们比较常听说的是说 有个有钱人捐款 赞助 比如说 我们那个Stirling Library 或者布希家族 都是耶鲁的 那 甘乃迪肯尼迪家族 是直接捐甘乃迪学院 是 所以甘乃迪家族就是哈佛的 可是这个作弊真的很少听说 捐钱进来有 或者盖个building 这种非常多 这个很常有 那他这个已经很严重了 就是说包括 SAT请人代考 然后买通 考试评估的 评审的官员 好几个都是 资料造假 体育之优生 那个耶鲁传出来是体育之优生 那个是造假 那个是花了120万美元 那钱不得了 那 因为他就是 因为他就是有一些名额嘛 那他不是用申请制 他不是用考试的 还用申请 他有一段那个评审过程嘛 那那个评审过程 就有造假的空间 所以有人为 就有操作空间 对 你用联考考试 除非你是枪手 要不然基本上比较少 而且我听说了 说十年前 这种考试顾问大概六千人 那现在是一万七千人 就变成一个行业 哇 考试过问 美国没有联考 对 他们没有联考 只有SAT啦 SAT SAT只是申请入学的参考条件之一 一个基本文 好我们来看 为什么大家都要挤破头 抢进这个名校 透露一下 委员在耶鲁大学的毕业生 年薪大约是美金六万八千三百元 台币两百一十二万 所以你看一毕业 就比一般的美国大学生 三万块钱的美金 多数了一倍 所以大家都要挤名校 而且对于父母亲来讲 孩子那名校 对他自己的社经地位 也是一种肯定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推这个东西 但是 我想要问的就是 刚才委员提到一个重点 过往都是 直接捐很大笔的 估计 去盖一个建筑 以这个甘乃迪家族为名 的一个建筑 或者是library 图书馆等等 就可以让一个印象 难道说你过往 捐很多 他的孩子 当然进这学校 也会有比较优先考量 一定会有嘛 当然 那感觉好像你要捐到够多 才可以走正门进去 但你捐个十万块美金呢 就叫做走后门 老师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这种感觉 我看了克鲁曼的一个专栏 他专门在 你看这几个家族 都是基本上捐到一栋楼一块地 他们的孩子也都念这个学校 是的 他是这样子 美国人 我觉得美国人是这样子的 因为第一个 就是他们的名校 大部分都是市立的大学 公立的比较不多 公立的是比较平民化的 公立办得好的也有一些 但是比例不大 但是市立大学办得好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长春的系统 或是都是市立大学办得比较好 那高低差很大 因为有些市立大学是烂到不行 那好的是好到不行 那公立大学一般的比较平均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 我觉得美国的一个系统 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学校公然的收费可以 公然收费可以 但是那个钱是学校 而且要收得够多 对 那个钱是学校 你个人收是不可以的 因为那是个人的行贿 那是作弊 那学校公然的收费 我可以让你进来 就是说你捐给我500万 捐给我1000万美元 我讲的都是美元 因为它学校公然收费 是要收很大的一笔金额 可是我觉得它在市场机制中 我们可以理解它的逻辑 就是说我学校公然收 你给我500万 或是给我1000万美元 然后我把这个钱呢 我可以提供很大的 一部分的分层 是给奖学金 奖学金裡面我可以给美国 给国际间最顶尖的清函的学生 他们是非常顶尖的 他们很棒的 然后我要他到我们学校裡面来 我要他到我们学校裡面来 我又是私立大学 我怎么让这些没有钱的人 的孩子这么优秀的 到我这个地方来 可是我的学费本来就很贵 是 那你根本读不起 那我提供给你全额奖学金 这个清才是有道理 没错啦 但是基本上等于是 顾全大局 学校可坐庄 但你私人不能做主头 对 那因为为什么会有私人做主头 是因为 他们为什么会去找私人做主头 是因为他相对便宜 120万就可以 你看老布希那时候 要让小布希去读耶鲁的时候 是捐了500万美元 而且再加上他的名望 就他的名望 再加上500万美元 所以他那智商90的儿子 就可以进出耶鲁 然后那个毕业的时候 成绩几乎都是西减或是西 很少超过西家的 他也可以毕业 其实老师也没有优惠你 你成绩还是很差啦 成绩还是很差 但是还是可以毕业 是啦 可以毕业 但是还是可以毕业 但是呢 成绩很烂 可是智商90的也可以进耶鲁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就有一两个 那但是他可以收一大笔钱 让这些智商顶尖的 国际的 国内的 是 清罕的孩子 进我的名校来 把我的名校再称高 可是这个作弊 为个人啊 为个人 所以你学校收 为了照顾更多 吸引更多 让学校生育变好 但是不公平 你个人的话就是为自己这个 不过怎么听还是不公平 不公平啊 对啊 峰哥据说这个美国名校招生 哈佛甚至有一些潜规则 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这个潜规则 筋骨皆然嘛 嗯 我们清朝 我们清朝也有捐官的啊 嗯 那换句话说 这种 这种 古今皆然 东西皆然 对不对 那我们不要说美国 我们说台湾 现在北京大学跟台大肯定都没有 不是基本上 这个潜规则 只是说 什么样的潜规则 那有的潜规则是 让你开绿灯 但是呢 基本的规则 你还是要遵守 比方说台湾 李祥林